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夜间的温度也会急剧上升 进而会增加包括了心脏病和死亡的风险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 热浪还是属于初期阶段 预计会在北美 亚洲北非 还有地中海地区 也会随着热浪加剧 这个礼拜会有数天的气温 一定是在40度以上 摄氏40度 华氏那当然就是100多度了 也意味着这个礼拜 有一些地区在午夜的气温 也不会降得太低 那么借这一则新闻 我们再度呼吁所有的朋友 因为温度非常的高 在日间 如果你是在户外工作 或者你的水分补充的不够 或者你的身体 正好在健康方面 抵抗力方面比较弱 甚至有的朋友 现在肠胃不好 都有可能会因为高温 这样子的高温造成 你身体的不适 那么也要在这提醒 我们的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的身体不适 而你的家庭医师不见得 可以马上的就是看你 那么建议大家 直接到百丽门诊中心 Beller Urgent Center 他的电话是713-979-3344 你可以直接到位在百丽大道 就在敦煌对面的百丽门诊中心 取救诊 百丽门诊中心里边呢 对于就是在你的时间方面 他们可以完全的配合 因为礼拜天他们也会服务 所以借这个机会再度提醒您 天气太热了 朋友们身体不适的时候 很可能你的家庭医师 也正在看其他的病人 你要排队 要等大概两个钟头以后 甚至于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够就诊 那不如直接去百丽门诊中心 因为他们也接受大部分的保险 然后治疗之后 在你疏解之后 再把治疗的这个检测单子 跟你的药 带回你的family doctor这里 不会耽误你的时间 而且你可以及早的接受治疗 舒缓你不适的症状 任何不论是治疗检测 在百丽门诊中心 你都可以立即得到医疗服务 而且礼拜天 礼拜天你也一样可以在 Bellet Urgent Center得到医疗照顾 再次提醒大家 电话是7139793344 好因为呢就是谈到了这个高温 造成我们在健康身体方面的影响 那么在相关的气象单位 包括了世界气象组织 都说这样子的情形会增加心脏病 增加死亡的风险 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能够轻忽 而也被问到目前的热浪 是否会因为气候变迁而起 那么在世界气象组织的专家 则表示这些移动缓慢 而且几乎是停得不动的天气系统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这是不正常的天气系统 必须要进行气候修复 才能够改变它 所以朋友们要注意 我们现在的气候的情形 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 在未来会不会把这种不正常 都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天气呢 这个气候呢 我们希望不要持续如此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的天气需要我们一起的保护 能够减少它未来产生 大量的变化 危害生物 危害生命 好 接着我们再看的呢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新闻 新闻疫情现在消退之后 已经有大量的民众计划要出国了 可是呢 在美国的国务院护照申请 却是大排长龙 现在当局为了要处理这样子的缓慢 民众先请护照普通 你大概三五个月要等的 所以呢 现在国务院也为此宣布 要把这个时间 服务时间延长到礼拜六 礼拜天 同时要增聘员工来加快处理的效率 随着全球开放边境 美国国务院在今年上半年 每个星期都收到超过50万宗的护照申请 情况在最近才略为下降成40万宗 当局呼吁民众 需要在出国前最少半年前就要提前办理手续了 避免耽误你的行程 过去几个月有不少人就因为等候签发护照时间太长 被迫向自己选区的议员求助 所以现在呢 在国务院方面呢 已经表示将会增加周末的电话服务 同时要增聘工作人员来处理这些申请的案件 好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爱荷华州 爱荷华州共和党州长在日前签署法案 禁止就是怀胎六个礼拜堕胎之后 在昨天遭到波尔克县区域的法官宣布暂停实施 爱荷华州的法庭现在裁定 他所这个州长签署的严克堕胎令暂缓生效 在法庭研判法案是否违宪的期间 在当地的州民怀孕不超过20个礼拜 还是可以选择人工流产 而不是新法所批准的只有6个礼拜的这个允许期 法庭这一次虽然暂缓法案生效 但是也留下了一线空间 就是允许该州的医学委员会 可以按照新的指令来制定规则 以便措施真的实行之后 医学界可以处罚涉事的医护人员 以及草拟相关的指引 以便从业人员在日后也可以跟随 接着我们再看到环境部门则预测 因为加拿大的火山再次的复燃 从东北部地区到大平原地区 美国有多个州都发出了空气质量素质的警报 国家气象局则预测这个情况最少会延续到今天 而美国东岸各地的影响时间还会更长 在现在加拿大的山火引发的烟雾南下之后 污染物导致多地空气的指数达到了红色级别 意味着空气将会影响所有人的健康 专家则说PM2.5污染物的颗粒细小 能够伸入肺部而引起像是咳嗽 也会引发眼睛的不适 所以民众的心脏和呼吸道也都会因此受到影响 现在在空气污染方面 烟雾有再度来到了美国 有多个州都受到了影响 接着我们看到现在是暑假 朋友们出游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 近的地方就开车 远的地方以往都是搭飞机 但是现在则有资料显示 因为呢在搭乘飞机的时候 有许多的问题 包括了航班的物点 包括了这个大排长龙行李丢失 所以现在不少的美国民众 已经改成巴士出行 并且把巴士看为是一种准时抵达 目的地费用又比较便宜的交通工具了 根据华尔街日报说 来自全国性的地区和地区性的 巴士公司的资料显示 更多的民众选择搭乘 乘际巴士来出游 搭乘巴士经常要比搭飞机远 这个是更为的便宜 而且还允许人们可以避开机场的各种麻烦 不过行程会可能比巴士公司所告知的时间还要再长哦 影响飞机的各种扰乱 这种情形同样的也会影响到巴士的行程 好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一则就是 FDA在昨天批准了第一款适用于 婴幼儿呼吸道荷包病毒的药物 RSV这个病毒 每年会造成美国数以万计的儿童住院 并且会导致每年多达300名 年龄不足5岁的幼童上升 在现在呢 FDA批准了对面临更大感染严重RSV风险的婴儿 以及最多到两岁的幼童注射 这个是Bate Fortress 这个是隶属FDA的传染病办公室主任在声明中说 在这一次批准的疫苗目的就在解决 对各种产品的需求来帮助减少RSV疾病 对儿童家庭还有医疗系统所产生的影响 好的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后面见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 休息以前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 别忘了在 这是礼拜六 7月22号德州中文台 将会为朋友们带来一个别开生命 不一样的Seminar 这是由林新慧林教授主讲 另外还有何嘉祥财务专家 来谈如何为你的大学的孩子升学前做好 学费方面的安排 林教授希望借由这一个座谈能够让高中的孩子和自家的父母们 或者你们和你的高中的孩子能够关系 不会因为孩子的成长而变得比较冷淡 或者因为你繁忙他们也繁忙 所以双方的关系因而疏远 会带给大家在座谈当中 九年级以上的同学 每个学期要做的事情 要准备的重点 来方便他们有更多的筹码 更好的准备 在未来大学申请方面更顺利 更能够达到他的目标 而这样子的座谈也同样提供父母们 能够了解从十年级开始 每一个学期你的孩子他面对的 他需要处理的 他需要安排的是什么 如何协助他们在这一些方向 能够更好的准备他的大学 好这样子呢 你们有共同的目标 你们也知道要如何一起 一起往前走 而在父母方面呢 林教授或者说何嘉祥将会告诉朋友们 如果你就算是双薪高收入家庭 你也可以为你的孩子申请到 大学的学费的全额补助 和你的家庭收入 其实大学学费的补助申请 其实和家庭收入真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你是高薪族 你的家庭收入是高薪 你一样可以申请得到 而对于一般家庭 你不希望孩子在大学还没有毕业 就背上学贷就已经欠债的 很多的朋友 欢迎你参加这个讲座 因为呢 可以知道你如何正确的 可以帮孩子准备好大学的学费 而不会增加你的负担 当然更不会造成 在你的孩子还没有大学毕业 就背负债务的情形 而这一次的讲座呢 是从礼拜六下午两点开始 地点呢将会在光严社 光严社就在桥桥中心往下开车 大概一分钟的地方 而由中国城过来大概三分钟左右 在光严社的地址是3535 Briart Park 我们的3535 Briart Park 77042 我们的时间是两点到四点半 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错过 这就是这个星期六的 完全免费 那么朋友们要请你先和德州中文台 电话联系 我们需要登记一下多少人 而不是不需要你的姓名 我们只要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参加 好方便林教授和何嘉祥 准备足够的重点的资料 让大家在会后可以带回去 所以呢要加强保固亲子关系 也要与高中的孩子创造共同的目标 能够让彼此在未来 可以有共同的目标 能够有更好的亲子关系 欢迎朋友们参加 那么电话请打713-839-1880 713-839-1880 好的朋友们休息一会儿 欢迎你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在今天下边将带给朋友们的 是和于谢宇老师的石花弄草 别错过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